接下来关心这艺人大饼因为吸毒被逮 他生活变得非常困顿 目前他在沈玉玲的公司担任企划 每个月领25000元 来当上班族养一家人 自己的零用钱只剩250元 而且曾经进居好莱坞的他 可以说是点子王 最高每个月赚50万 要养爸妈 小饼和侄女 而现在收入瑞减成25000 他只好能省则省 不过大饼透过有人说 有节目邀约还是会去 最终还是想要能够重回舞台